这个珠海航展正式开始是明天 不得了这个全网开炸 我们从上个礼拜就开始讨论 一个一个的亮点 那今天呢又是11月11号 大陆这个空军的这个75周年 那个宣传片叫《为你》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不得了 叫歼20发射了英籍21导弹 那这是首次公开发布 其实里面太多首次曝光的这个武器 那军事专家王明志就解读 英籍21代表什么意思呢 射程远速度快 精度高屠房墙毁伤猛 稍后我们请丽将军专业解读 还有我觉得其实 今天很多大陆迷po出了这个 是蛮感慨的 因为在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候 那时候大陆的国力 刚刚打完内战一穷二白 各方面的军力等等 跟此刻真的是完全无法比 那当时因为很穷 然后这个武器也这个 没有什么拿出像样的 总共全国就17架飞机 要完成空中授月编队 毕竟是开国大典 要有飞机冲场 这不是一个标配吗 但是没有飞机怎么办呢 外媒还一度报道 当时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 所以大典前 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指示 没办法只有17架 冲一次不够我们就飞两遍 飞进去 然后绕一圈再飞进去 让你觉得好像飞机很多 那是1949年的中国 但是现在呢 这个空军节75周年 光是看到这个宣传片里面 各式各样 有没有 这个两款的逆中战机 还包括其他所有的系列 轰炸机系列 运系列 这个直升机系列 各式各样的 所以很多这个 稍微有年纪点的居民 极其感慨 从1949年到现在 2024年大陆的土飞猛进 那另外一个 在台湾非常夯的 不是有部电影叫战狼吗 这是真实版的战狼 过去大陆有机器狗 那现在机器狗不够 现在机器狼 上升到AI的程度 而且据说他非常擅长 打群架 头狼的概念 是专门负责侦查跟探测 还有射手 负责攻防 还有辅助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专门载运的 所以丽将军怎么看待 这个战狼团队 战狼兵团 其实我真的很感慨 不要说是 这个1949年那个年代 我从军的那个年代 1970年代的话 我给各位先看一张 这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可能这个照片 大家猜猜看是什么照片 这张照片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 这是厦门上面的照片 厦门上面的照片 那是飞机吗 那是我们空军去拍的照片 我自己的同学 不是我同学啦 就是他们飞进去厦门上空 去空拍的 那上面 当然我们看得懂啦 他的闪平坑或者是什么阵地 去拍他们阵地的照片 那代表什么呢 在这个70年代 我们的空军都还可以飞进去里面 去拍照 那个年代里面 但后来他们跟我讲说是 我自己的同学 他们飞进去以后 就开始屁股会痒 为什么就是那个被飞碳锁定了 你知道就嗶嗶嗶嗶会叫 但是他们还是冲进去 现在来讲的话 当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检防军绕台绕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自己连个这种 这个直端讲说应变区 我自己心里的都很感慨 那居然说是 也不过就是 这个70年代到现在来讲 差距差到这么多 那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 因为战争战场上面 武器是很残酷的 我们现在来讲 美军给我们的飞机 也不过就是F-16 而且我们花很多钱 还没有买到其 但是这次来讲 我看到检防军 各行各样的飞机 尤其是说歼20跟歼35 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就是所有零件 所有的组件 都是他们自己的供应链 生产出来 就代表它可以源源不断 那我们台湾来讲 会不会就跟我们这个 这个乌克兰一样 对美国承包商 要到我们这边来帮我们修飞机 那后续如果打仗 有可能吗 当那一头到了2024 当这个人命越来越宝贵 那现在各式各样的AI 这个无人的武器 你怎么看待大陆在这个 无人武器上的突飞猛进 这个其实大家看 刚开始是叫机器狗 现在叫机器了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变成打群架的一个概念 而且还有分工 分工就是什么 就是像其实我跟你讲 这就是军队作战了 为什么我们军队作战 比如说我们一个步运班 你不要有一个步运班 这个八个人九个人 全部拿一样步枪 不一样其实八个人是分工的 这个第一兵 对不对叫做步枪兵 第二兵叫做自动步枪兵 然后第三兵叫做反装甲破坏武 然后是现在叫红轮火箭弹 还有哪呢 等于一个班是有分工的 就是说你们谁负责掩护 谁负责火力射击 是一个分工 那我刚刚前面也有讲说是联 联来讲分工分更细 有火力资源单位 有后勤单位 有补给单位 那今天很明显他这个就是一个 完全的一个分工 一个团体作战 那种能力比单兵作战能力要强 前面那一只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我说他会克服各种地形 包括他爬楼梯 如果就军事来讲那叫尖兵狗 对他走在最前面的去探测 那叫尖兵 那后面来讲的话就是火力资源狗 对不对 那在后面来讲的话 也有掩护狗 这个在未来的战场上会如何应用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悲观 我觉得这种武器如果说将来要用的话 他就针对台湾用 他这种东西大概不会用到这个美国的本土上面去 对不对 那现在跟日本来讲也不至于 那如果是 当然我们不希望 我说如果是这个台海币有一战 如果用在台湾的话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有方式应对吗 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真的没办法处理 大家不要光看到这群这个战狼 你要知道这群战狼前面还有别的东西 他一定有无人机在前面 对不对 无人机在前面去侦查去干嘛 然后分清楚以后 他后面这些狗开始分工 为什么 因为譬如说是我正常玩以后 我发现哪边是炮阵地 你的机枪阵地 我哪一只狗去打你的机枪阵地 哪边是你步枪兵 我用哪一只狗去打你 然后如果说在更远的话 他可能由后面的无人机去攻击 如果在超过我射程之外去攻击 我觉得这些等于说是 完全就是一个AI作战的啦 那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群狼 我觉得就是一群这个等于说是 AI战士 全部都是AI战士 那这个分工合作的状况来讲的话 可能也有搬运弹药 因为我看得很仔细 它那个枪还特别很奇怪 它是倒过来装的 就是它不是 我们认为枪应该是这样子拿 对不对 它放在狗上面是反过来的 为什么反过来 后来我注意到 它是弹夹往上面插 就是我们弹夹是这样装嘛 那它反过来 它弹夹往上面插 所以它这个自动可以瞄准 它这种瞄准可能 涉及的精度来讲的话 又比我们人类要更精准 因为我们人类来讲 人类的误差太多 你可能会害怕 会凸肩 会急扣 会闭眼 那狗没有这些顾虑 它那种在它精确的控制之下 尤其是AI这个机械武器 它就不会有恐惧嘛 它就不会拒战 它就不会逃跑 不会当逃兵 然后也没有什么伤兵救援的问题 那我就是 假如我是一个步兵连连 我参加过那么多演习 我觉得这群大概所有跟我们分工的很像 这一种兵它没有 我们有一种兵这群狗没有 单架兵 它大概不会有单架兵救护兵 它不需要 所以这个事情台湾应该真正感到恐惧的 而且我很担心 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每天在那边讲 绿宜每天在那边讲 城镇占40万的那个 那你问我 我试问你这些狗 它不会分辨你是这个高中生 还是说是 你是这个这个 纯粹只是40万的民兵 它不会分这些东西 它分不出来 但是整个答案打进去 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很可怕一件事情 AI这种功能有没有用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以色列打加塔走廊的时候 它叫强威草 AI的系统来讲 它那个时候就后来发现说是 它希望借着这个武器 借着这个AI系统来分辨 谁是哈马斯 谁只是巴勒斯坦那边 后来它没有办法做到 它等于滥杀无辜 那现在如果说这种东西 这种武器用到台湾在哪上的话 我反而很担心 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 它只是一个机器而已 你有没有办法去分辨它 你跟他讲说我投降 他搞不好听不懂 对 重点就是 如果是对台的话 我方的应对是什么 包括这个孙哈明将军 还有丽将军 都觉得在台湾 目前的情况 几乎是无法处理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福福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